接下來呢我們想要來看一下就是這個根與係數 那這個原理其實跟牛頓一次的檢驗法都一樣 中調的就在比較係數 這個結果我相信很多人在國中的時候可能已經有學過 但是那時候可能也沒有搞清楚它的原理 所以我們趁這時候把這原理學會 其實這個原理學會之後呢你就可以處理三次四次其實都可以處理了 就不需要每一個都背一個公式 那我們主要呢就是要讓大家強調兩個重點 就看到這個式子裡面一開始你就會覺得這裡為什麼是負這裡為什麼是正 為什麼有正有負呢那為什麼要除以A 那希望就是大家待會能夠把這兩個概念想清楚 所以一開始呢我們先看一個比較比較那個直接的例子 就是說先有兩個先有一個方程式是A-2×A-3等於0 那我們這個東西呢應該做一個多項式 我們先把它展開 展開之後呢當然就會變成是什麼呢 F-2×A-0 這個麵素我存以下呢就變成A-2×A-3 elyn為 atac 這輸東西是 cheerful 在這個式子裡面呢 對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喔 這個東西等於0 它的兩個根是什麼 對 根並不是-2跟-3喔 根是要讓這個為0的 所以它的兩根是2跟3 好,那2跟3呢 跟這個6有什麼關係 6其實是來自於什麼 負2乘負3 好,所以跟2跟3其實它多一個負號 但是因為怎樣 我們乘了兩遍 所以在尾巴的時候 負負得正的關係 所以這邊會是正號的 那這個5呢 5是來自於負2加負3 但是根是2跟3嘛 所以我們把負的提出來 所以兩根的核就會是負V 兩根的G會是C 但是在這裡的前提是什麼呢 我們這個方程式 首相係數是1 所以今天 如果一個首相係數不是1的方程 我們要看它的根以係數 那該怎麼看呢 其實跟 跟我們剛剛在處理這個一樣 就是說 它首相係數不是1 那我們就先讓它怎樣 讓它的首相係數調成1 所以整個是指 大家都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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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得到 s平方加3分之3x 加上5分之5等於0 這個除2這步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在數學上 它的角色很重要 這個東西呢 我通常就說叫做標準化 因為一個方程式它有很多種寫法 你可以寫2s平方加3s加5 也可以4s平方加6s加10 但是呢 這麼多種寫法我們處理上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要先給它一個標準化 就是讓它首相係數調成1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思維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想要分析它的根的關係 那我們就先假設 我們已經找到根 如果找到根 它就可以分解 假設這個概念呢 這是一個科學上最重要的一個突破 我通常說這種假設法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鐵律越的一個創舉 就是科學之父 鐵律越創舉 就是當我們可以去假設 來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而不是透過推論做一些事情 它整個科學上的思維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進展 好 那數學上 我覺得它很妙的就是透過這個假設 好 我們先假設它有根 我們不知道根是多少沒關係 我們就先假設它有根 好 那假設它有根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承開 好 承開之後 這樣就像剛剛這個例子裡面一樣 好 就會得到的這個是 嗯 x乘負α 負貝 這負αx 負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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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尾巴是負貝 負貝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看怎樣呢 我們要看這個跟這個的關係 我們就在比較係數 對 所以比較係數裡面 我們就會得到什麼 α乘貝 貝 就會等於2分之5 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謂的 c 嗯 a分之c 對 那接下來呢 α加貝 負的拿出來 但是給 放到這邊好了 就變成負的 那麼 負的 a分之b 好 所以掌握到這一節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怎樣呢 其實根與係數的關係 我們就是透過怎樣 標準化 所向係數調成1 那其實假設分成兩個根 再比較係數 所以你有了這樣的概念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這裡乘兩次 所以負負得正 這裡只有一次的而已 所以這還是有個負號會保留下來 除A的原因就是因為要標準化 那有這樣的概念呢 我們待會我們就可以處理 三次的根與係數 四次的根與係數 好 那有興趣的大家也可以先自己想看看 對 如果今天是一個三次方程 三根核跟三根基 到底是多少